这一课室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精灵 那么精灵呢也是用来绘制点的 那么我们用精灵绘制它的效率会比我们用矩形高很多 那么先说一下什么是精灵 我们在传统绘制一个点的时候 但是这个点呢不能用我们的图片 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很多情况下需要用图片来当做点 那么OpenJar里的提供了一个方法叫做精灵 它是干什么呢 就可以把图片当做点来进行绘制 那么这个呢就叫精灵 那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当然在没有精灵之前 我们可以用一个矩形两三角形来绘一个点 把它贴上一个图 那么这样呢我们代价就很大 我们有哪些代价呢 第一个我们既然要画两个矩形至少得四个点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这四个点呢占用的这个文理坐标 还有顶点坐标就很大 至少有多少个呢 一个顶点坐标啊 加一个文理坐标至少要多少呢 五个float 那每一个精灵有多少个四个点 至少那么就四乘五二十个float 对吧 那这个呢很占我们的这个内存和显存 所以呢提出了个精灵 那么这个精灵呢也是Open加扩展的一种 当然现在的显卡都支持 我们看 我们这节怎么来用这个精灵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你看 这个呢都是一张小的图片啊 上面飞的这些都是小的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就是这张图片 那么这节个涉及到几个内容 第一个 如何使用精灵的API 第二个 如何让精灵动起来 第三个 我们看也就周围这些黑的颜色 怎么把它去掉 同时 我们看到的 刚刚看到的绘制 它是有颜色的 怎么做混合 这么几个内容 好我们先看 同样的 我要做精灵 需要一张纹理 创建一张纹理 那么在我们的构造的时候 创建一个纹理 接下来呢 我要初始化精灵 因为我在绘制的时候 应该是有无数个点 不是说一个点 因为我们在做粒子系统的时候 单单一个点 你是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应该有很多个点 组成我们这样一个效果 好 我这里有多少个呢 声明一个粒子的结构体 Flow的3 这个是位置 还有Flow的3 这个是Ven 是个速度 或者叫方向 加速度都可以 速度吧 下面是RGBA 这是这个精灵的颜色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声明了 一个精灵速度 有多少个呢 100个 那注意 这个 表示是精灵的位置 这个呢 用来实时更新 表示精灵的速度 这个呢 是精灵的颜色 那我们看 这个总共 粘多少个字节呢 3 3 6个Flow的 6加4 10个Flow的 40个字节 一个点 那么如果 我们用 矩形的话 那至少有几个 4个这种点 对不对 内容呢 大小增加了 4倍 好 有了这些 数据以后 我们初始化 大家看 我们这个呢 是让它向周围 飞 那么首先得给它 一个初始位置 那么我们再 加了一个函数 叫什么呢 叫初始化精灵 Init Pound Sprint 首先呢 我得到 这个函数呢 Get Flow的V 就得到当前 参数什么 JerPound SetMark ARB 得到最大 支持点 多大 比如说画一个点 只能大小 多大 实际这个意义不大 因为现在这个字 已经非常大了 只是告诉大家 有这样一个API 可以用 这个其实可以不用了 可以没有意义了 下面我循环 循环干什么呢 给我的所有精灵点数据 初始化 第一个 你看 初始化的位置 在00点 XYZ 第二个 速度 Render Victor 随即产生一个飞行方向 随即产生一个飞行方向 乘以Render Range Render 这个干什么呢 这个Range Render 就是在0.5和5之间 产生一个什么呢 一个值 产生一个值在0.5和5之间 就在这个方向上 乘以一个速度 这产生这个float 这个是方向 再乘以速度 那么就在这个方向的飞行速度 接下来RGB 随即0到1 0到1 因为我们颜色值 就是0到1 那么Alpha呢 我们就等1 不让它透 这样就产生了颜色 那我们看 这个产生方向 这个函数 Render Z值 Z值-1到1 半径 首先呢 我们用1减去这个 得到一个半径 开方得到个半径 这也随即产生一个半径 然后T是 得到一个负派到派之间的一个值 然后用sin和cos就算 因为我们这个精灵是像一个圆 周围飞 那么算出一个角度 有半径了 有角度 注意这里得到仅仅是一个方向啊 外面我们再乘以谁呢 再乘以这个大小 就得到了一个在这个方向的大小 初始化 那么因为我们的精灵是什么呢 精灵是在动 对不对 那么我们应该实时的改变我精灵的位置 那么这里加卡就去update point split 这个函数呢 就是改变我精灵的位置 那么涉及到这个呢 我们就涉及到时间 大家看 我的精灵是不是动 它是跟时间相关的 到一定时间以后 这个精灵就消失了 对吧 那么我们每一帧 这个动多少 那么它也是有 这个呢 我也是偷懒 做了一个static变量 double get time get time 得到当前的一个时间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时间 大家看 这个是当前的 这是乘息运行第一次得到时间 这个是得到当前的 减击这个 乘以0.001 对 这两个字相减 它的单位是什么呢 反过的单位是毫秒 毫秒 本次的减上一次的这个时间 那么就是我们绘制一帧 所需要的时间 乘以0.001 讲毫秒就转化成秒 然后这 last frame 又得到一帧 大家看 这又得到一个时间 这个是什么呢 是当前的时间 减轻 last frame 时间 然后 再乘以0.001 也是 一帧所花的时间 然后last frame 的current 这是什么 frame time 这就得到时间了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用来干什么 用来判断呢 看看 过去多少时间 而这个值是每一帧要用的 大家看 这个值 如果这个值大于多少呢 因为这个 乘以寸的话 它就有了 这个值大于五秒钟 大于五秒钟 我的这个精灵就要消失了 消失 我不是删掉 干什么呢 把所有精灵的点 改成多少呢 改成00 所有的精灵到00点上去了 然后 那我要把这个值干什么 更新了 把它更新掉 否则下一次来也超过五秒了 要五秒钟 我把精灵点置位 让它全到中心点 下面 如果没到五秒做什么呢 放循环 I等0 I小于MAX精灵个数 精灵的位置 加等于谁呢 当前的方向 飞行方向 和速度 乘以时间 在这个方向上 飞行的 这是既有速度 又有方向 乘以过去的时间 就是距离嘛 这两个相乘就得到一个距离 加到我的pose上 我这个精灵就动起来了 然后 这个就是更新 每一针要更新 接下来就是绘制 绘制大家看 启动混合 那么这个呢 要给大家简单的做个介绍 因为我们 这个混合呢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现在画了一个 就加比说油漆吧 现在呢 我这个 画了一个红色的 或者用红色的油漆 跟我们 这个蓝色的油漆 做混合 那么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 那就会变了 应该变成黄色 或者什么颜色 这个就叫混合 因为我们这里面 涉及到混合了 所以这里必须启用 那么这个呢 在后面的课室 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下面 这个就做了个判断 实际这个意义不大 不大 如果size大于100 我们这只就等于100了 就这个点的大小 最大是100 其实我们这里 可以限制死 就是100 下面指定 这个pound parameter ARB 指定我们 这个点的参数 你看 grpound fade 这个词 会不会读 sizeARB 这是干什么呢 指定我们点的一个 罚值 60 如果我的精灵点 超过60了 那它会自动的 干出fade fade 就是消影 变消失的意思 消影 第二个参数 指定我精灵点的最小值 是1 指定我们精灵点的最大值是100 你这只告诉100了 下面 这句话 之前已经介绍过一次了 文理环境 传grpound screen ARB 告诉他 我要给 因为我们的精灵 是没有文理坐标的 怎么办呢 我要替换 告诉OpenGA 在内部 坐标系替换 处 用谁呢 用点精灵的坐标 来替换当前的坐标 因为我这里面 给定了只有点数据 有没有 文理数据的 没有 那怎么办呢 OpenGA 在内部 或者在显卡内部 它会算一个 新的文理坐标 实际也得有文理 没有文理坐标 没法算 所以他呢 也需要 有这样一个文理坐标 高达替换 再接下来 启用 这就很重要 启用顶点精灵 然后下面 指定 我们的顶点数组 启用 我们的颜色数组 然后进行绘制 绘制point 用完之后 再decibal 当然 你这里不decibal 也无所谓 这样 就把我们的精灵 给绘制出来了 那么这节课的要点 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 几个参数 要 这里面是一个 这是个重点 如果没有这句话 我们画的精灵 大家看一下 是什么样子 这句话是最重要 画不出来 因为他没有文理坐标 好 下面是启用 启用的时候 你才能 drawpoint 才能给这些数据 顶点数据 颜色数据 这里面 我们还可以 有一些优化 那么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看 我在这里面 颜色指示 用的RGB 每个都是float 那么可不可以用 什么呢 用我们的这个 0到R5来表示 当然可以 那么我们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unthign 恰 这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改以后 这四个 占几个字节呢 才占四个字节 一个float 那总共又减少了三个float 对吧 这是6加1 7 7个float 别人加3个 那么这样做以后 我们在复值的时候 要注意了 再给我们精灵 初始化的时候 要注意 这个就不能是谁呢 不能用这个函数了 因为这个函数 范围反过的float 我们用什么呢 用render 直接用render 罗上2555 这个值 就是0到25之间 同样 这值也是255 用RGBA 这种方式 那么这样做了以后 我们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改 在哪里呢 在这里 我们应该告诉他 我的颜色并不是四个float 是四个什么呢 gr-unsigned bat 是bat的类型啊 注意 这个我要告诉他 我的颜色是bat 否则它是有问题的 OK 那么这样做以后 我们再画 再看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但是呢 我们的数据量 就比以前少了很多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精灵 一个应用 那么再强调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精灵 它也有坐标 我们也要绑定纹理 只不过 怎么呢 是在内部经替换的 我们的精灵 就会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精灵 感谢您的精灵